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好吃简单的萝卜丸子 白萝卜一个 把白萝卜的皮削干净 再把削好皮的白萝卜全部刮成丝 接着在萝卜丝里撒进两小勺盐 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腌制出水 萝卜丝出水后 把萝卜丝里的水挤出来 把挤出的萝卜水丢弃 再把萝卜丝放回大碗中待用 提前泡泡好几朵香菇 把香菇洗干净 挤干水分 再把香菇切成丁 小红椒一个去纸 切成丁 也可以补法 蒜几半 压扁切碎 再切几根葱 最后再多一些肉末 热锅下油放进肉末 翻炒 肉末炒至变色 放进些料酒 翻炒几下 接着把蒜葱放进来 香菇和红椒也放进来 翻炒均匀 然后放进适量生抽 一些蚝油 一些蚝油 一些胡椒粉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把炒好的肉末香菇和萝卜丝放到一起 稍微拌匀 稍微拌匀一下 接着放进两大勺淀粉 搅拌均匀 有点干放进少许水 接着搅拌均匀 再把拌好的萝卜丝 捏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丸子 再把捏好的萝卜丸子 溶水下锅 水开后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蒸好了 撒上葱花 今天简单又美味的清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收藏点赞